2.1 2.1 做朋友了 10.1 10.1 好 油挺接近的 好 各位告訴你 正常夏天是10.1 沒錯 夏天是10.1 可是這個季節下雨 天啊這個季節 現在大概要14 之前冬天的時候 元旦的時候 我們說的12要16 那慢慢越來越熱 大概12 不下雨的話10公斤 那下雨的話大概是12公斤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比例 大概10到15 10到15 你要看氣候去烤的 好 再來烤完香菇之後 不…不… 要烤香菇之前 要先解頭 你們會不會要解香菇頭 對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這邊的人都沒有失業的 我們其實算下沒有失業的人口 為什麼 連你們這麼小的小孩子 都會拿剪刀的人 都會解香菇頭 都有工作可以做 為什麼 解一蘭香菇頭以前25塊 現在30塊了 現在公司賬價了 一蘭子 你們剛剛走進去 有那個黃色蘭子 解一蘭香菇 30塊 只要會拿剪刀 就把這個頭剪掉 這一截留起來 這一截一般都會做素食的料理 這一截頭都可以用到的 那大概 這個香菇頭剪起來之後呢 才會分級大小朵 來 我們剛剛講到這邊了 來 我們採相的香菇呢 我們把香菇頭剪掉 之後呢剪了3分之2的香菇頭 把這個香菇頭剪掉3分之2之後呢 我們就要分大小朵去烤 等一下帶你去看烤菇 烤工要烤乾的時間呢 要幾個小時 上面有寫 22個小時 那是以平均溫度 現在的天氣大概24小時 所以我昨天下午烤 今天下午會稍微乾的 大概的時間是要這樣子 好 那剛剛講到說吃了 開始講吃的吧 請問一下新鮮的香菇比較營養 還是乾燥的香菇比較營養 新鮮 新鮮的 你們回去上網去看 乾的還是比較營養 還是新鮮的比較營養 因為我看到它是乾燥的 其實我上網去 之前我都上網去看 一些收集裡面 都是看到的是乾燥的比較營養 可是我後來也去參加一些 營養講座的時候 我曾經問過教授 他說乾燥時期覺得 營養價不一樣 所以都要吃 請問一下 你們吃新鮮的香菇 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有甜甜的 還有嗎 有 有沒有香香的 有 剛後面有那個香菇香味 有香香的味道 我跟妳講 吃新鮮的香菇 除非你爆的很金黃色 不然新鮮的香菇 只有甜甜分 沒有什麼香氣 對不對 可是烤乾的 你們煮香菇 雞的香菇為什麼那麼香 因為它有乾燥過 對 它有乾燥過了 它的多糖體 甜分有沒有 轉換 它才會變香 所以很多人說 你們的香菇 是不是有加什麼香料 再去烤 沒有喔 就今天炒完之後 解一解直接到烤樓去了喔 它到等下 我等一下起點你吃 乾燥的香菇 直接就拿來吃的 乾燥香菇 等一下起點你拿來吃 那個味道也是 就是那種 咬起來就是只有香味 甜甜的 是要慢慢的 才會感覺到 所以新鮮的香菇 它沒有什麼香味 可是它是甜 很甜 吃過了你就會覺得很膽味 就是太甜了 可是乾燥的香菇雞 奇怪吃起來就是 那種香氣就不一樣 好 它的差別在這裡 好 香菇還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剛剛有人問我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人問我 上面有花菇 花菇怎麼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花菇很漂亮 尤其這大奈廠 禮盒的漂亮的 上面花花的那個 怎麼來的 氣候所造成的 要乾冷才有 要乾的 如果像這種濕度就沒有 可是對我們太乾的時候 長不出香菇來 所以我們不喜歡一個花菇 大陸那邊很多 它們那邊比較乾冷 那邊比較多 花菇其實跟品種有一點關係 不是完全沒有 跟品種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台灣太適合這種品種 所以花菇90% 幾乎也都是對面過來的 所以花菇乾的話 它的香菇表面會比較白 比較裂開 香氣就會差一點 再來問媽媽好了 問媽媽他們比較了解 乾香菇請問媽媽 你們在市面上看到的乾香菇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花菇除外 在我們台灣生產的香菇 有什麼不一樣 乾燥的 它的頭比較長 台灣的比較長 對 還有嗎 這個表面有什麼不一樣 你們沒有認真研究 好 告訴你們 上面的香菇 顏色有黑跟白 嗯